最喜欢电影《蝶中蝶》 《蝶中蝶》 《蝶中蝶》 《蝶中蝶》一二三都看过 阿汤哥 一个是长得帅 再一个动作 拍动作片 很多飞摩托车 从迪拜塔 用很特殊的手套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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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 王剑林 一位的富人在中国 他的公司大连环大 大连环大 有专业的投资 从中央到英国 一位的投资 一位的投资 是AMC Theatre 他购买了 2.6 billion 在2012年 我们跟他谈论 谈论 他的投资 在Hollywood 和他的投资 在中国的投资 方法 在中国 应该是从 收购 MC开始 才涉及到 好莱坞 MC收购以后 我们也觉得 应该往内容产业发展 于是我们自己 也成立制作公司 也跟好莱坞的一些公司 参与他们内容制作的投资 从那开始 就有了 看到 中国电影没有工业 中国电影只有拍摄 只有放映 没有真正电影工业的 真正的制作呀 这个都是委托在国外的 所以我有产生的一个想法 要 在中国建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制作 这个 这个 工厂 所以在今早投资了这个东方引渡 这一步步的就 涉及电影太深了 赚钱多少倒不重要 就是能够买了美国的企业 是一个亏损企业 买完以后就盈利了 而且很快一年多就上市了 上市以后股票居然还翻倍了 那就是这个 参与这个局的所有的人 都获得了收益 原来卖掉的人 我先买进来的人 据团队 经营团队 市场上散户进来买股票的 都多赢 这是最好的结局